二战对于每一个被卷入的国家都是非常惨痛的经历 大量的男人因此死亡 很多女人和孩子失去了丈夫和父亲 而作为二战发起国的德国 一代代的领导人都为此向全世界道歉 甚至如今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也曾发表讲话 表示德国对于二战的罪行永久担责 而在美国举行的二战老兵聚会上 一名来自德国的老兵和一名美国的老兵却相识一笑 这名德国老兵在二战时期服役于第一散兵师 这支部队在当时是德国的王派部队之一 参加过西西里战役和克里特的空降战等等 尤其是在卡西诺战役中对盟军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于是第一散兵师也被称作卡西诺的魔鬼 美国老兵则来自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 美国陆军航空队是二战时期最庞大的空中力量 在全盛期差不多拥有8万架飞机 总编制20个航空队 240万名军人 而其中第八航空队就参与了对德国本土的轰炸 这两名老兵在战后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德国老兵运气很好 在战俘营待了差不多一年后被释放 而美国老兵则回去安心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如今70多年后 两位老人相遇 除了一起聊天还一起招了相 德国老兵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和尊重 和德国本身对于战争的反思和忏悔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德国尊重其本国历史 正是其本国历史的体现 所以尽管德国曾对世界上的那么多人民造成伤害 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谅解 而这也告诉我们每个人一个道理 非正义的战争除了必将失败以外 也将会受到历史和道德的永久拷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